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贝尔的厨房 今天我们一起用基本的照烧酱来做照烧鸡腿 去骨鸡腿肉两片 将鸡腿肉的筋切断 这个白色的就是鸡腿中的筋膜 切断筋膜可以减少油间的过程中肌肉的收缩 肉比较厚的部分切开 让鸡肉厚度一致 这样煎的时候熟度才会一样 鸡皮用刀搓动 鸡皮中的油会更好释出 最后用餐巾纸将鸡腿肉上的水分擦干 鸡腿肉处理好后放置一旁备用 来调基本照烧酱 米酒三大匙 味淋三大匙 酱油三大匙 砂糖两大匙 将酱料搅拌至砂糖溶解后备用 开中火 锅热后加入少许油 将鸡腿肉鸡皮朝下 开始油煎 煎到鸡皮金黄酥脆后就可以翻面 把另一面也煎到为金黄 煎好后把鸡腿肉夹出 用厨房纸巾吸去鸡腿肉上多余的油脂 接着将鸡腿肉重新放回锅中 倒入基本的照烧酱 用小火慢慢煎煮入味 可以用汤匙 舀起酱汁淋在鸡皮上 让鸡腿肉整体味道更一致 煎煎到酱汁差不多收干后 照烧鸡腿就煮好了 把煮好的鸡腿肉夹出来 放到盘中 淋上一些锅中剩余的酱汁 做些装饰 好吃的照烧鸡腿做好了 照烧酱广泛应用于肉类料理 在基本的照烧调料中加入不同的元素会有不同的美味 除了基本照烧酱外 接下来会分享给各位朋友另外四种照烧酱的调制方式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影片 谢谢你的支持